翔平 宇宙 感恩您收看 今天的大愛人物質 我是阿平 先來用熱情的掌聲歡迎 用鼓掌的鬆手做環保 垃圾变黄金护士大爱台的环保志工 来自新北市新店的徐茂彦师兄 欢迎徐志兄 欢迎徐志兄 还有他的弟弟布鲁士先生 还有我们的环保战的志工 陈志全师兄 欢迎三位来 我们先来介绍徐志兄 徐志兄今年73岁了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听他的描述啊 从小他们家是田地一望无弃 但是因为国共战争的关系 他们家举家逃亡啊 变成了乞丐 用了两年的时间 才从故乡山东逃到了香港 最后辗转来到了宝岛台湾 在这块土地安居乐业 取牺牲子之后 又随着哥哥到南非做生意 钱赚到了 但因为政局的不稳 被迫回到了台湾 原以为可以安养天年 但是无常找上了他 今年年初他才因为癌症啊 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 你想想看 以他这样的年纪 以他这样的身体健康 为什么还要来持继做环保呢 我们看徐茂彦师兄 人生峰回路转 精彩的故事 我检查出来以后 我跟我那个弟弟讲 我讲连我老婆连我儿子 你不要讲 为什么 等到我决定要开刀的时候 我再讲 你为什么不想让他们知道 因为我怕他们担心 他就是今年73岁的许茂彦 从山东大地主家的少爷 一转眼之间成了逃难的乞丐 一辈子颠沛流离 印证了人生无常这句话 我爸爸带我奶奶 我妈妈 我大哥 二哥 我 老四 所以七个 经过吃过苦 我就跟我儿子 儿子他们讲 我讲 你爸爸以前 吃了苦 也可以说什么都 讲一次不好意思 就是要饭出来的了 地主变要饭了 一个天上变成地下 地域嘛 对不对 我这样一个人要 要节省 不要乱 不要浪费 在那一段逃难的日子里 唯一族刊告尾的 就是全家人 除了大哥之外 始终能够幸运地在一起 但是一家老小 却是经常受到欺负 起了要是来追我们 那是老百姓 为什么要追你们 抢东西 那我不知道啊 他一个男的 弟弟啊 这个东西 就给我拿去 我说 把我棉被拿起来 我说 这个奇怪 这个叔叔这么好 帮我拿棉被 就把它抢了就走了 年少时的际遇 养成了徐茂燕刻苦耐劳的个性 但是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 她的生活 却也悄悄地起了变化 或许是那段逃难日子的影响 在她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开始让她贪图享乐 甚至以其他物种的生命 作为取乐及满足口语的对象 以前杀生太多 我不懂事 因为到南非 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然后我就开着车 带着他们 一方面烤肉 一方面钓 像这个地方 一面烤肉 一边钓鱼和鱼 很好啊 有没有 就是草皮啊 下面就是那个河嘛 是海水和淡水 街角嘛 一面钓的鱼 一面钓的螃蟹 有一面烤肉 多狭义啊 钓上来那个鱼 每天的 就是每个礼拜 钓一次 冰山都放慢 现在想想 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 撒身太多 年轻时的无知 与追求享乐 让徐茂燕 着实过了一段 放纵安逸的日子 只是这种光景 并不长久 随着南非当地正情的变化 徐茂燕一家人 面临了去留的抉择 于是在生命 饱受威胁的情况下 决定没有任何钱财 值得用生命来做赌注 因此大约在16年前 毅然决然地整装回国 并且回到自己 从小居住的地方 在自己的土地上 帮忙弟弟开启了 西式的蔬食餐厅 以前我们是矮床子 就是那种小瓦房 就像那个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那个弟妹啦 当学院都会来这边一次吗 至少 至少一次 对啊 只要他需要 打个电话我就不来 这边你知道绿树很多 你知道 有时候要修修剪剪的 那我们有时候比较忙没空 真的都是靠三个帮忙 因为素食越来越受 一般人的欢迎 虽然弟弟的生意已经上轨道 但是他仍旧是 每周都会抽空上山 看看自己一手整理的环境 以前这条路都是这么小 这以前是稻田的 今天 走在自己一刀一副 劈出来的山间小径 徐茂艳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意 因为眼前这一大片 虽说是弟弟的家业 但是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是他当年汗水的结晶 正所谓含泪播种的 必欢笑收割 有了以前辛劳的付出 才能享受目前丰盛的果实 我们常说 您的过去 我来不及参与 但是您的未来 我可以与您携手同行 我们在影片中 最后看到的那一片 绿色的山林 非常漂亮的餐厅 其实在大约十年前 我采访过 昨天晚上跟徐茂兄通电话的时候 他还记得 当初我去采访他的模样 他说你都没变 一样年轻 我说你也没什么变 而那个餐厅的老板 就是您身旁的弟弟 博物师先生 感恩了 您经常在现代新宿派 为我们展现厨艺 推广素质 真的谢谢你 分享 感恩您呢 您这个流的眼泪比哥哥还多 怎么啦 过去那段苦的日子 您也没吃到 您在台湾出生的 您想到了什么事 是 因为我们兄弟啊 感情非常好 感情非常好 而且以前我们一个家庭 父母都会老跟我 看到那老照片 嗯 我很早这样四空 嗯 是是是 我认识您这么多年 您总是 很阳光的 对 客人来哇 招呼热情 您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想不到今天 会有这样的 呃 场面了齁 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不过 更可以见证 您这个 你们这个家庭 大家的向心力 是非常的强 团结 团结 像台湾 找我们这个兄弟 五个兄弟那么团结啊 是 一心呢很少 是 所以您过去吃了那么多苦 所以当弟弟有这个心念 想要 推广素食的时候 二话不说 帮他整理这个田地 不是田地 这片山 老实说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还真的是 一片荒芜 自己要动手做 通通都自己出 对 所以你看 这么多年来 从 一边 变两边 从 打电话去约 没问题 有位置到现在 还有要排班啊 对不对 我想师兄也使了很大的力 就是举手 举手之王 因为他刚刚下来 他钱也不多 我们也没有富裕的钱 帮助他 是 儿子还小 是 所以我只有那个 因为我的那个双手 嗯 帮忙他 是 因为他没有钱 你买那个木头干什么 没有什么的钱 都买那个旧的木头来装 柯南嘛 刚刚起头 很柯南 现在就不一样 大家都那个旧的就 就毁 就弄掉 就换了 都烂了 就换新了 说到了克难啊 这个苦 这个难啊 我想你过去吃太多了 一定过来了 对 我刚才说您八岁就开始讨难了 对 那段讨难的日子我想 颠沛流离都不足以形容了 那没办法 就是 我们讨难是 有时三五天不能睡觉 为什么 因为后面 后面那个枪炮一直追啊 哦 你被他追到他就会把你劫回去 哦 又回到老家了 对 对不对 所以使命的往前跑 赶快跑 头也没办法回 跑到累了 大家休息了 爸爸叫妈妈叫休息 我们到路边休息 到天亮泥 旁边都死 都死人 哦 有的饿死了 嗯 有的逃到半路病死了 嗯 就倒到水沟旁边 是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怕了 年纪还小 对 也不怕了 看多了嘛 所以从山东辗转 来到香港 再到台湾来 香港到吊经岭 吊经岭 知道吧 香港吊经岭 我知道 所以后来来到台湾之后 安居乐业了 应该是觉得可以在这里面 呃 来台湾 没有 来台湾没有钱啊 没有钱 也没有房子 是 什么都没有 嗯 就帮人家看人家空房子 去国外了 叫我们帮他看 哦 好 刚好也不用钱 我们帮他看 他 就这样 嗯 那个时候父亲打小工嘛 嗯 帮人修房子啊 是 本来不会嘛 你逼得没办法 是 是 那我去学徒啊 嗯 因为我没办法读书 下个事 八岁逃到十二岁 你这个读书的年龄 因为你这边住两年 那边住半个年 这边住几个月 你没办法读书 对 我从在香港读到二年级 就来台湾 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少 懂 所以讲话也 也不知道会这样 所以 您客气很客气 写了一首好字 您说您这个书读不多 但是您知道吗 我们环保镇的志工啊 来谈一谈 当初这个相见欢 您看到他感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有修为 很有修为的人 因为不经意之下啊 就是师姐也 常常看到他一些身影在做 然后常会去跟他问候关怀嘛 那师姐也跟我讲说 我们这位习师兄 你去跟他聊聊天 你会发现他很有修养 很有修为的一个人 那当然听我师姐这样一讲 我当然也就 找个机会就过去 我就是跟他去聊聊天这样子 事实上你跟他在聊天 你就会有一种 心安 就会很静心的想要听他讲话那种感觉 是 让人很安心 想画那种 怎么讲 应该是就是很蛮文静 然后 他就是谈吐之间 你会感受到他那种气息 了解 所以他给人家就是一种安定 一种沉稳的力量 是是是 给人安定的力量 其实他来自于内心的这个勇敢 虽然这个无常早上的他 他癌症让他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 但是 刚如影片一开始说的 他叮咛他的弟弟不如是先生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因为他自己度过了之后 才让大家知道 不要打乱了大家安定的生活 而有了这个 健康慢慢的恢复的 良好的状况之下 他选择来到了环保站 当一位志工 其实啊 他已经是我们当一台忠实的观众 好一阵子了 为什么他会来了 还在环保站的对面观察了一天 才勇敢的踏进这个环保大门 我们来看看他 不仅他做 他也带他的师姐 带夫人 一起来环保站做志工 在外行人眼中看起来 除了形状和用途不同之外 想没有工作的计划 产眼亲 notamment 假如這個軟膠摔下去啪 你看 有沒有 聲音不一樣吧 它這個鋼 你看那個鋼的聲音 這個就不一樣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叫軟膠 軟膠的話很乾淨有沒有 有一點髒的我幫我洗一洗 這個一接一公斤十塊 半生的顛沛流離 讓現在的軟膠燕懂得把握當下 珍惜自己的福報 雖然兩年前 當醫生宣布他得胃癌時 他也曾經多次的問起自己 為什麼會是他 不過現在他已經釋懷 反而是到了一份對生命中 一切姻緣的尊重與感恩 很感恩他們 他們都很照顧我 有時候啊 師兄啊 不要太累啊 不要曬到太陽太久啊 會中暑啊 多喝水啊 我感覺很 很 辛 你這樣沒有休息 沒有休息 沒有休息 現在的徐茂燕 在接受醫師的手術後 雖然胃只剩下原來的三分之一 但是走進慈激後 不但精神與體力逐漸恢復 而且還增加了生活上的專業知識 不過說起他投入慈激職業的過程 卻也還是令人不得不為他的智慧喝彩 這邊有個環保站 實際還不錯 蠻大的 看起來空氣也不錯 我就想問問看需不需要我 萬一我會怕人家不要我怎麼辦 人家大了 我就來偷偷來看啊 看看還是不敢信人 等到第二天我就來鼓起勇氣 來問師姐啊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來幫忙做啊 這是一次主動的探尋 讓徐茂燕的悲苦人生起了極大的變化 而勤勞用心的他 早在加入慈激之前 就已經習慣動手打理周遭環境 就連弟弟的餐廳也是他所整理的 也就是這個姻緣 讓他在一次整理環境時 提早發現了自己的病症 感覺就吐出來 吐出來好像很痠 很痠這個嗓子很痛 好像那個逆流 逆流他就被傷了喉嚨 然後我說 人家怎麼這麼痛 以前沒有這樣過啊 後來我弟弟說不行 那個過兩天再去看 一點啦 是出奇的 就這樣徐茂燕的胃被切掉三分之二 但是割捨了殘缺的胃 卻給自己換來了完整的人生 現在的徐茂燕 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快樂之工 人家做寬佈 身體健康沒煩惱 做寬佈了 我們的徐茂燕 身體越來越健康 馬英語 但是不如是先行 推廣數值這麼多年 真的讓我們這個地球 可以喘息一下 不簡單 這個一磚一瓦 還是有您的影子 您現在還會 經常上去幫忙 弟弟看看 尋一尋喔 現在一定規範的差不多 地景 對 我就是做環保就很少上去 我說你有什麼事跟我講 我需要我 我馬上可以 兩邊都可以 對 都可以互相動動手 是 需要的話 我剛才說您這個做環保之後 身體越來越健康啊 聽說今年年初動完手術的時候 體重降到了剩多少公斤 55吧 55 那您現在大概多少公斤 大概 58 59 有進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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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環保真的會讓你這個 心情比較穩定嗎 對對對 你有活動 每天活動 活動的話 你就吃得下 啊 吃得下的話 你的身體自然去精神就好 是 所以您現在做環保 已經變成生命中 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 聽說您像上班族一樣啊 有時候一個禮拜做五六天啊 一個禮拜做五六天 那個 中秋節我也去做 中秋節去做 來來來來 趕快來請一下 請問一下我們環保站的志工 中秋節我去做 這其實徐志兄的故事啊 是我們環保 心電環保站的站長 翁師姐推薦的 那翁師姐今天 因為有這個 重要的參訪在環保站 所以他沒辦法來 派他家的師兄來啦 我們陳志兄 是 他剛才說 他小弟啊特別小弟 特別稱讚 哥哥的好手藝 好才華 細心耐心 您在環保站可以見證一下嗎 剛剛我們在影片上 也看到那個 他拿一個燈管 有沒有 那一座整個棚子啊 那就是他的節作 徐志兄的節作 對 那一天也蠻有趣的啦 因為很多區塊 我們在放東西的地方 事實上大家有時候 因為人手的關係 有時候也沒辦法去整理得很好 那由於那個徐志兄 他的那種細心 就像他弟弟講 那種細心 我是有觀察到 嗯 他自己會很主動 通常就是說 嗯 他看到哪裡 哪裡需要去整理 他自動 自己就 靜翹翹就把它整理好 自動自發 自動自發 那剛剛看到那個棚子就是 那一天 嗯 剛好是我有跟他提起說 人家來收那個 燈管的時候 跟我講一件事是說 他如果 下雨天 那你家又有破掉 他那粉啊 我們那燈管裡面 那可能也會造成汙染 哦 所以你們這樣放可能會有問題 危險啊 我突然間也想到 我就跟徐志兄這樣稍微一體 才不到一個下午的時間 欸 突然間我才經過那個地方 一看 嚇了一大跳 怎麼會有一個棚子出現 哈哈哈哈 以前聽說 你也是看打的台 知道主席有在做傳播嗎 有 有啦 都有你看 打的台的連戲劇 有在看 好看 你看看 你就知道說 原來磁器人有在做環保 所以當時 當您路過的環保站 就覺得說這個地方 或許我也可以來發揮一下 因為看過以後 你這個 看過以後 以前不是釣魚抓螃蟹 在南非的時候 對不對 抓一布袋 啊呀 那紅鎮 一隻骨 一斤多 紅鎮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鵝這麼大隻 每次抓回來 吃一個禮拜 現在想想 不應該啦 現在我看到螞蟻 在我家的客廳走 我吃餅乾掉了 我就跟他趕走 離開 離開 快走 把餅乾剪好他就走了 不要踩 就是不願意踩是他的 有這種 慈悲心 不是啦 就是以前的那個 改革壞的習慣 會這樣想 幫我們見證一下 哥哥真的以前是這麼 以我們佛教徒來講 他可能不懂事啦 對 不是不懂 就是以前他們覺得 是一種消遣嘛 消遣 我記得我剛到南非的時候 他還 就是他比我先去 我兩個哥哥先 後來我才過去 然後我去了 他們就 一定要帶我哥 三哥一定要帶我去抓 就釣魚啊 你知道嗎 但是我那時候已經有一些 宗教的信仰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殺生的 但是我那時候還沒有吃素 對 哥哥叫我陪了一起釣魚 我一路上行李 他們坐著車 我還閉著眼睛在念經 你在念網上做 就那天 好像他們真的都沒有釣到魚 是不是 那天奇怪 他說 他說我每次去怎麼釣 怎麼今天來好像都沒釣到 他還覺得很奇怪怪怪的 他在念經 所以釣不到 對 所以說 弟弟的這個善根 真的是比較早啟發了 開啟了之後 多都 稍少會影響自己的 兄弟姐妹這個家庭 對 對 就是互相 像以前我覺得 他們會覺得我很神經 就是蚊子咬他 為什麼你不把他彈 就是你不打他 就我還把他拍掉 就好像走就算了 他們就是像四哥三哥都會覺得 我是很奇怪 為什麼蚊子咬你還不打他 就是 沒辦法理解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像現在 我講說連我哥看到個螞蟻 他都能覺得是尊重 我覺得人就是人與人之間 除了生命的尊重 相互之間各方面都是尊重 對 這個尊重之後就是我覺得是帶來大家的和氣 對 和平嘛 很重要 對 所以說你看 上人不斷提醒大家 人心希望更進化 社會希望更相和 天下希望無災無難 您過去七十多年來的 這個人生歲月 顛沛流離 輾轉逃難 政治都見證了 政局不安定 人民無法安穩的過生活 但是心 如果找到了衣龜 找到一個方向 可以去付出的地方 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在 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 真的要特別感恩徐志兄 您跟夫人這樣子用心的守護大地 也感恩 服務主先生 今天來成就哥哥 也希望你的這個 店一家開過一家 生意越來越興隆 讓更多人來吃素食 來愛護大地 當然更感恩徐志兄 我要照顧一下 一定要的 好 感恩大家 也希望一起來做環保 讓我們的生活未來更美好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